那我又花了一點功夫研究一下這個模組 那差不多大概弄懂了吧 可以看到我已經把很多的能力都解鎖 那隨著你能力解鎖越多 你的魔力的總量跟回復量都會上升 多解鎖是有好處的 我把我們的Harm 傷害的魔法 我改成用我們的魔法杖來施放 那之前不是這把Normal Blast用不出來嗎 因為它超出了那個增幅的上限 它Confly預設是只能放兩個 所以我去改了Confly解鎖它的上限 不然它這個Normal Blast弄不出來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這個交易村民或機器人 它就變成了非常完美的測試甲人 你就可以拿它 然後打死了沒關係 再重放 它就出來了 所以我猜測它應該是用這樣子吧 就是投射物然後加速 然後穿透 就是它投射物會飛的很快 就好像射線一樣 然後它會直接穿透第一個碰到的Entity 然後你要先點燃它讓它著火 接著再施放Flare Flare的效果的前提就是敵方要是燒起來的狀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它就會造成大量的傷害 好但是Normal Blast雖然看起來很酷炫 但是它有個缺點 就是如果在水底下的話就沒有任何效果 敵方基本上不可能著火 所以我還是用比較傳統的方法 就是直接造成傷害的harm 不過我的取向不太一樣 我這邊就做了很多的Split 就是分裂分裂分裂 那分裂的話就是會射出很多條射線 所以就是這一把 可以看到 噓 噓 臉龐被打到 就會變成散彈槍 噓 直接打一排 它一直被我打到 對它這個除了玩家自己之外 你其他的生物都會被打到有點麻煩 再來的話還有這個劍 那我給劍附上的是這個 就是我考慮了很久試過很多種方案 我發現直接造成傷害外加凋零效果 可能是比較恰當的吧 然後比如說我這邊是先給它上的凋零 然後加上Hex Hex的話就是會增強任何這種毒傷啊 凋零傷害啊或者是火焰傷害這種效果 然後這邊也有加個Delay 然後再加上Harm 因為這是Minecraft的機制啦 你同一個Entity 它短時間內沒辦法造成多重傷害 就是它只要受到一次傷害 它會有短時間內的無敵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狀況 就要給它一個Delay 那前面的話基本上是由我們劍砍下去的 劍砍下去會有第一次傷害 然後要Delay一下 然後再造成第二次Harm的傷害 這樣才會造成完整傷害 太快了 再來是第一次砍下去會有20點的傷害 然後再過一段時間它會又再受到20幾點 那個就是Harm的傷害 然後接下來都是凋零的傷害 可以看到右下角它的凋零3 有受到Hex的增幅 所以我只是砍了一下而已 它就直接掛掉了 它的血量有43星 87血其實蠻高的 它隱身了 我們可以再試另外一個弓 那我弓上的是一模一樣的 就一樣是凋零加Harm的效果 但是弓的話它本身一樣還會受到箭矢的影響 它有不同的箭矢 像我這個是Amplify 就是你射出去的魔法會直接加強兩個 或者你也可以用Pierce 穿透 大概就是可以穿透至少兩個Entity 其它還有Split 就是你射出一鍵會分裂成兩道魔法這樣子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裝備的Reactive效果 這邊也有說明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給任何的工具啊武器啊 或者像裝備附上Reactive 然後可以指定一個魔法進去 所以我就測試看看這個好了 這是比如說我被擊中 我就會釋放一個Orbit 然後會召喚一個誘餌 這個誘餌會吸引敵方的攻擊 然後也會讓敵方受傷 然後會被擊退 然後擊退會增強 然後過了一個Delay之後呢 它會被釘在原地不動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Delay的話 它會直接釘在原地 然後不會被擊退 所以接下來都一樣增幅我們的凋影傷害 大概就這樣子 可以先試試看Reactive的效果 然後我們施放之後呢 玩家就會有這個Orbit 然後你甚至可以重複釋放 就有好幾個 等於有好幾個Projectile 然後你就可以 你只要每擊中一個實體 它就會召喚 就會釋放一次魔法 所以我就多了一個分身 這只是幼兒而已 然後他們會被擊退 然後又會中標靈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幼兒其實應該不需要 因為我們可以 假設我們可以給複數裝備都附Reactive的話 我們可以有些是幼兒 有些是傷害 他們自己消失了 所以我不要幼兒好了 這樣才不會那麼的混亂 我們再來試試看 它被擊退了 然後會釘在原地 因為它會想要立刻返回它的交易所 可是它會被釘住 效果結束之後它才能回來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法術 放到這個空白的Spell上面 然後拿著它去不見 你就見 這樣應該就上去了吧 然後放在這個上面 然後再把我們的鞋子放上去 應該就可以了吧 應該就可以了吧 看起來它會消耗大量的魔力 有了有了 所以這樣能上去了嗎 但我不曉得機率如何 它只說Reactive的 等級越高機率會越高 不曉得是不是百分之百 那我還可以再用一個 所以我加上的回血 護盾 速度 因為我不清楚這樣有沒有效 所以我先隨便塞了一堆效果 我加上這個幼兒 隱身 Vence 這個是那個換魔者的嘴巴 等下看就知道 然後還會召喚Vex來幫我 可以來試試看 好 所以可以看到它召喚這個Vex 可是這Vex它其實蠻笨的 它就是看你攻擊到的什麼東西 它就會去打它 再來一次 它召喚一個幼兒在我這邊 然後我的周邊會產生那個 就是換魔者會出現的那個東西 好啦 過了半天我們終於可以來測試一下啦 所以我們先給它 先給自己上點Buff 這是加水下呼吸的Buff 這個是加三種Buff 速度、攻擊跟護盾 哇 雷射光 這個雷射光多到會Lag 然後話說回來我也 把我們的裝備附了一個全新的附魔 就叫Source Repair 就是最後一個 它就是消耗我們的Mana 然後極快速度的修復我們的裝備 其實有點像以前那個Betania的修復 看來我摔傷它也當作是受傷 現在因為都沒有生怪磚了 所以應該都只剩了 它怎麼死啊 哈囉 你要打我嗎 喔它去打那個幼兒了 現在打我 沒有因為我旁邊有Orbit 讓Orbit去打它 哈哈 喔 居然是骷髏馬欸 可是它射不到我 我們用這招 Nine Mana 這麼快 好 不過我們Mana回復的速度還算快 喔 它打我這麼痛 哈囉 我的Orbit打不到它 它們太矮了 我覺得可以餒 這魔法好像真的蠻厲害的 所以我們 要來挑戰 最高難度的地牢嗎 這樣會不會太游泳膜一點 可是只要我們魔力不甘 我們可以一直回血 只是不曉得 除非怪打人超痛 會一擊把我秒殺啦 希望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來吧 地獄難度 的地牢 我已經聽到一些換魔者的聲音了 還有一堆蜜蜜的聲音 Oh my God 希望OK 好 那把這個調得Fast Oh my God 好多怪 然後我魔力一下就乾了 好像不太妙喔 因為我裝備可能一直觸發這個react 所以會很 等於會消耗一點點魔力 還好那個又有發揮效果 只是魔力消耗速度有點太快了 我來喝個mana regeneration 對 硬坦傷害 只是他這個鼓勵啪炸一下真的好痛 回血一下 什麼東西 好啦 所以我們又回來重新調整一下我們裝備的魔法 這一次呢 這一次呢 主要就是以彈走敵人為主 就不要再造成額外的傷害了 然後我發現這個誘耳還蠻好魔的 所以我們誘耳的話呢 就改成用弓箭來施放就好了 我還可以指定說哪裡要放誘耳對不對 就可以先射一個弓箭然後再攻擊這樣子 那誘耳他維持時間其實還蠻久的 所以也不需要一直觸發 像之前放在裝備的話他就一直產生誘耳 然後就會很耗魔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也研究了如何節省魔力的開銷的方法 像是我們裝備 我們把敵人給反彈 然後會再給他這個freeze跟call snap的效果 那這兩個其實我主要是取他們的動劫效果 應該說這兩個的話呢 他會產生一點點的snare 類似定聲他會定在原地不動 但是呢我發現這兩個加起來組合 會比你直接用一個snare還要省很多魔力 所以而且這兩個組合的話 還會產生一點點基本的傷害給敵人 甚至那個敵人附近的其他敵人也會被緩速 這兩個就等於是他的升級版吧 當然因為我們法術的空間有限 如果是因為空間需求的話呢 可能就會用snare 但是我們現在這種情況只要用這兩個 會節省很多魔力 然後再另外加一個damp damp的話呢他的說明是說 會減少魔力的開銷 但同時也會減少法術的強度 然後我發現呢 你如果任何一個法術 比如說我是用nareback來測試 你同時加一個amplifier 就是增幅再加一個節約 那這兩個會互相抵銷他們的效果 就是他擊退的距離會跟你 什麼都沒有加是一樣的 可是呢他們兩個消耗的魔力 反而會比你什麼都不加還要高 因為他節省魔力的量並不是 並不是1比1啦 他可能只節省比如說0.5這樣子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做 就會浪費你的魔力 要嘛就是完全節省魔力 要嘛就是直接放飛 讓他消耗魔力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我也準備了新的藥水瓶 這就是同一個模組自己的藥水 他可以儲存某一種藥水8次 所以你這一瓶可以喝8次這樣子 然後呢他還可以再搭配這個特殊的機器 這個的話可以把兩種藥水混合在一起 所以可以看到我的藥水瓶他就有兩種藥水效果 就這邊加一個 這邊加一個 然後他就會mix 比如說我這邊已經有一些藥水瓶 你可以把它加在其中一個裡面 然後他的轉換比率是3比1 所以兩個各3瓶才會得到1瓶 還蠻低的 那這是取得優勢的方法 可以看到他會混合混合 最後下面就會得到1瓶的這個混合藥水 然後它是會消耗這個sauce的 那我這個sauce的話 也從這個relay這樣子link過來啦 那再來我也多做了一些特殊的這個腰帶 像是這個腰帶的話呢 他會無時無刻產生隨機的藥水給我 所以像是這次是spade 然後結束後又會再產生下一格隨機 好像是回復2吧 這次產生的是這個mix shell的效果 時間都很短 但是他會一直換一直換 然後他只會產生增益效果 所以就是梅魚蝦也好的意思 再來的話還有一個特殊腰帶 是這個漂浮腰帶 他說你只要在框中按下蹲下 就會往上漂浮 像這樣子 所以就不用擔心摔傷啦 然後你可以稍微漂浮一段距離 可以幫助你爬山吧 所以說了這麼多呢 我們就再回來挑戰一次這個最難的地牢吧 太多藥水啦 好 我的魔力怎麼樣 還可以 啊 我不管了 上啊 先敲掉東西再說啦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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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